少一谷虽身为俄罗斯国防部长 但其实是建筑系毕业的 没当过一日兵 更没有任何前线战斗经验 谢尔盖 库鲁盖托维奇 少一谷陆军大将 俄语 图瓦语 罗马化 Sergei Piseget Agro Shoigo 1955年5月21日出生 俄罗斯现任国防部长 为图瓦 乌克兰混血 1994年至2012年 担任紧急情况部长 2012年5月11日至11月6日 担任莫斯科州州长 2012年11月6日 其人现职 一曾任国际消防员 和救援人员体育联合会主席 少一谷初生于图瓦共和国洽丹 父亲为图瓦人 母亲为乌克兰人 1977年 主修土木工程的少一谷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里工学院毕业 毕业后的1977年 少一谷加入建筑业 并在建筑业工作了10年 从基层工人 晋升为行政人员 1988年 少一谷成为苏联共产党 阿巴坎分部的工作人员 其后又在苏联列宁 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 1990年 少一谷从西伯利亚 迁移到莫斯科 后被任命为 俄罗斯联邦建筑与工程委员会的副主席 瓦格纳24日发动叛变 主要针对对象 是俄罗斯国防部长 谢尔盖 少一谷 要求少一谷下台 在叛乱事件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 开始对俄军进行大清洗 此事 让目前留校查看的少一谷 被受外界关注 甚至连替代人选都传出来了 军事观察家猜测 少一谷之所以还能留任 是因此 前线正面临乌军大反攻的 挤要关头 阵前换僵士兵家大计 此外 近期又有媒体爆料 少一谷实际上没有当过兵 少一谷向来与普里戈金不合 两人在普京面前 明争暗斗许久 这次瓦格纳军团的叛变 导火线是少一谷发布的 国防部命令 要求俄境内所有佣兵 都必须在7月1日前 与国防部签约 并服从国防部的指挥 为签约者将受严惩 这道行同 公然吃掉瓦格纳的命令 让普里戈金大为震怒 进而决心反叛 根据墙内自媒体 黄大老师 今28日的报道 少一谷虽身为国防部长 但其实是建筑系毕业的 没当过一日兵 更没有任何前线战斗经验 2014年 在顿巴斯战争中 打出战胜名号的 顿涅茨克共和国前 国防部长斯特列科夫 曾用交合板元帅 暗讽顾少一谷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瓦格纳叛变事件后 公开现身 国防部长少一谷 又跟他讲悄悄话 少一谷于1955年5月 出生在苏联图瓦自治州 县俄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 1977年 少一谷于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学院 建筑系毕业 被分配到苏联某国企 当了一名工程师 1988年 少一谷克开始进入 政府部门工作 不出一年 就被组织上派到了 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党校 去学习 1990年 少一谷受俄罗斯 前总统叶尔金提拔 成为了苏联助建部副部长 1992年 少一谷兼任俄罗斯 俄罗斯救援团团长 1994年 俄罗斯救援团升级 为了俄联邦紧急状态部 少一谷出任部长 并一直做到了2012年 在这之后 他就成为国防部长 在少一谷 担任紧急状态部部长前 叶尔金还给他 颁售了少将军衔 少一谷并没有真正当过兵 只有在1988年 担任阿巴干市委 第二书记的时候 按照苏联国防动员要求 进行过预备役登记 曾被授予了一个预备役上尉军衔 预备役上尉 直接晋升为现役少将 这在全球军队中 也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传闻俄罗斯总统普京 将启用他的前保镖 现任图拉州州长 Alexis Dayuman 取代现任防长少一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у 施队中 还能够